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個電容 他這裡 接那個電位V 這一個是連著的 給他接地 那他第一題的話 距離都是大D 這個面積是等於A 那麼他們說 這個電容組 他的電容等於多少 那這個電容組 我這個平板可以把它看成無窮大 無窮大的平行電盤 有四個 1 2 3 4 距離都是D 這裡的話 這裡是接地 電位等於0 這裡是V 這也是0 這是V 我們曉得說 這個外面的電場 都等於0 那外面電場等於0的話 我們現在就看 就是說 我如果先放兩個下去的話 兩個電板下去的話 放兩個電板下去的話 外面的這個 電場要等於0的話 這兩個的電荷就要一樣 這個如果是正Q的話 這裡的話 必須是負Q 然後 然後 我現在 再放一個電板下去 這個電位是等於V 這個電位等於0 所以這裡的電場的話 跟這裡的電場是一樣的 那現在的話 就是說 嗯 這一個 這一個 電場 這個電場 跟這個電場 要一樣的話 那麼就必須什麼呢 必須這裡 是正Q 然後的話 這裡要多一個 負Q 就變成負Q 也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看成什麼呢 看成是兩組平行電板 再加一個負Q 好 那我現在呢 第四個再把它放上去的話 這裡有電場 這個電場 都一樣是1 那電場是1的話 那變成什麼呢 變成說 這裡要多一組什麼呢 多一組平行板 所以這裡要正2Q 那這裡是負Q 這正2Q 等於是再多一組平行電板 就是 正Q 那這樣就能夠滿足什麼呢 滿足說 這裡的電場 跟這裡的電場 跟這裡的電場 一樣 所以呢 這一組 這個電容 就相當於什麼呢 相當於 那個三組什麼 三組平行板 變臉 三組平行板 變臉 就這樣一組 這是V 0 然後呢 這樣一組 然後這個 0V 再來的話呢 這裡一組 如果是一種電器的話 就在這裡面工作 這裡可以放電 這裡可以放電 所以的話 這一組什麼呢 這一組那個電容器 等於是三個平行板 三個平行板 三個平行板 三個普通的電容 變臉起來 三個普通的電容 變臉起來 所以它的電容 電容C 電容C 就是什麼 等於 這三組的平行板 並臉起來 就等於 就等於三 小 三這個 小C 這個是 CT CT 就全部的電容 等於三個呢 C 不知道這個平行電板 它的電容是等於多少呢 A小C 是等於 A小C 是等於那個 A小C 是等於 A小C A小C 是等於 A小C A小C 這幫我們看看 A小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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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小C 它是問說 這個 就是說 每個這個 平板 1 二 三 它有這個面積 A B是問說這個總電荷等於多少 這個總電荷等於多少 就是說這上面會有正電荷嗎 這個會有負電荷 他是問了那個正電荷多少 或者是問負電荷多少 所以這個Q的話是等於多少 大Q 實際上是等於C 這個C的話是等於Q Q出於V 就等於什麼 等於那個CT 這個CT 總電荷是等於多少 D分之3AH 等於V 或者你也可以把他看什麼 Q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三個小電荷 他的電荷把它加起來 就三倍 這個一個小電荷 他電荷是等於這樣子 就三倍的CV 三倍的CV也可以 反正答案就是這個 這樣看咧 第七小題 第七小題他說 這個什麼咧 他要求電場的大小跟方向 就二跟三之間 這裡他要寫 這裡是第一個平行板 這是第二個平行板 第三個平行板 這是第四個平行板 這是第四個平行板 他問什麼咧 他問這個 二到三 二到三之間 他的這個電場方向跟大小 電場的方向的話 因為這是正V 這是零 電場方向是往這邊 電場的話是等於多少咧 電場的話 電場的話是等於那個 那個什麼 這個是X龍 零分之內Sigma 或者是說 或者是那個 這個是平行板板的功勢 或者什麼咧 或者是V出以D 他V是以資 D也是以資 所以就是這個 然後他方向的話 方向是由3到2 這裡的關鍵點就是說 外面的電廠要等於0 外面的電廠要等於0 然後還要滿足什麼呢 滿足這裡的那個電廠 這裡電廠方向往這裡 這裡電廠方向 這裡的話是等於同一個 這裡電廠方向往這裡 這裡電廠方向往這裡 那你如果要滿足這兩個條件的話 那麼這裡的負電就必須是這裡的兩倍 這裡是正Q的話 這裡就必須是負2Q 這裡就必須是正2Q 這裡的話 這個的話是變成負Q 這樣就能夠滿足什麼呢 滿足外面的電廠等於0 為什麼 因為你從外面看的話 這個總電廠等於0 好 如果是從裡面看的話 那這個的話呢 是一個無窮大的P 也就是說 它就是這樣 就是說 這個如果呢 在這裡建立電廠的話 我們叫做 1-1好了 它只有一倍的電盒 然後呢 這個 這個是兩倍的電盒 兩倍的電盒的話 就是說它在這裡建立電廠是一個的話 那麼兩倍的電盒在這裡建立電廠的話 就什麼 就兩個 就變成是3-1 不過的話 這個電盤的話 在這裡的話 反正 反正就是說 就是說 你這個東西的話 可以怎麼看 這個的話 你可以把它看成 總電盒等於0 總電盒等於0的話 那對它就沒有影響 也就是說這裡造成的電廠 是由一個正Q跟一個負Q造成的電廠 因為你這裡看的話 這裡是負Q嘛 這裡是兩倍的正Q 這裡負Q嘛 這看起來是總電盒等於0 所以這裡的電廠的話 就等於 等於是一個平行板 在這裡建立電廠 那一樣啊 你如果看這裡的話 這裡的電廠的話 這裡的總電盒等於0 總電盒等於0 這裡總電盒也等於0 這裡總電盒等於0 所以這裡面有電廠 這裡面有電廠 然後這裡的話 都是沒有電廠 不過這裡的話 我們是把它看成什麼 這裡的話 是同一個平板 同一個平板 我是把它誇張 把它給拿開 把它拿開 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看出來的話 實際上的話 這個是一個什麼呢 三組什麼呢 三組電腦 這樣一組電腦 這樣一組電腦 這樣的一組電腦 它滿足什麼呢 滿足外面的電廠 等於0 裡面的電廠 這三部的電廠一樣 就滿足這三個電廠一樣 然後使得它方向往下 它方向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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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它絕對兩倍 然後這個兩個 絕對是一樣的話 那你安排起來的話 外面的電廠就等於 裡面的電廠的話 就這個電廠 跟這個一樣 跟這個一樣 所以 A小題的話 答案是這個 B小題答案是這個 C小題答案是這個 好嗎 好嗎 谢谢观看